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今天是将军府被抄家的日子,官吏们像过境的蝗虫,连下人屋里的鼠洞都掏了个干净,生怕漏掉财物,不过他们显然失算了。 偌大的府中,能跑得早跑了,只剩下年幼的小主子们,被瘸腿的老管家护在身后,还有一些胆小的下人没跑,战战兢兢地等着官衙来收人。 我鞋底下藏了白两的银票,还有一些碎银子缝在贴身的地方。 抄完后,领头的官员扫尸了一圈,严肃的脸旁露出一丝淡淡的同情。 明日午时发配,最好是带上些保暖的衣物吧。 这一家小的小,残的残,唯一一个全户人还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尸妾,怎么看都活不到北疆。 等人一走,二少爷萧西便哭了起来,我要爹爹,我要爹爹,哇! 才十岁的大少爷萧东也红着眼眶,怒气冲冲地推了推弟弟,能不能别哭了,哭哭哭,就知道哭。 我看了看怀里吐泡泡的小家伙,感觉头更疼了。 真是,妖兽啊!流放的路途中并不平静,沉重的枷锁和脚铐摧残人的意志。 萧家的小崽子们一开始还没认清事实,走了没一会儿就闹着要喝水,要坐板车,直到官差甩下鞭子。 他的一声打在他们面前,再叫唤,下次老子可饶不了你们,赶紧走。 真当自己还是身份尊贵的世家子呢。 老管家颤颤巍巍地护着自家小公子,伸出几块碎银帝过去,讨好的笑道, 官爷,您大人有大量,莫要跟小玩一般见识。 我垂着眼眸,没出声,过了半晌才掏出几块干硬的玉米饼递给两兄弟。 少年没一皱,怒火昂扬地打掉了我手里的玉米饼,谁要吃这种贱物? 反倒是年纪小些的消息,从地上捡起饼便乐呵呵地啃了起来。 阿兄,我饿。 萧冬气得不行,却被我充满冷意的视线震住。 既然大少爷不愿吃我的东西,还望往后别求我才好。 谁要求你了? 等到了镇上,我就让管家去买糕点。 然而瘸腿的老管家没能活到下个镇上。 第二天,他的尸首躺在了野外,胸口藏腻的财物被搜刮一空。 几位官差去打了酒,买了烤鸡,喝得鸣鼎大醉。 还以为是趟苦差室,没想到能有油水捞。 唯一护着他们的人不在了。 我身旁的萧冬握紧拳头红了眼眶,一夜之间仿佛成长了起来。 因为是流放,给犯人的伙食不是吸得可怜的粥水。 便是一小块咬不动的硬馒头,一天且只有一顿。 官差们黏腻的视线也曾从我身上刮过。 他们一有所指地道,想吃饱,得拿别的来换。 没过多久,少年便趁没人注意时,带着弟弟跪在我面前,恳求道。 申姨娘,求您,照扶一下希尔。 她不为自己求,只为右弟求。 照扶可以,但以后你们得听话。 我不想被连累,我问道,你想好了吗? 识时务者为俊杰。 少年沉吟片刻,点了点头。 离北江越近,天气便越发冷。 我给自己和两兄弟准备的都是外边看着破, 实际很厚实地会熬。 尚在强宝里的萧北倒是不用担忧, 朝廷为了名声,配了个奶娘跟着。 当我以为能平安无事到那时,夜里休整, 一双手却摸向了我的衣领。 是那个曾想让我尾身于一顿馒头的官差。 她恶狠狠低声骂着, 将军的女人,我偏要碰一碰, 反正上头也不让你们活。 暗夜中,我睁开眼, 将路上削尖后时刻藏于手中的竹尖露出, 趁其放松警惕时, 狠狠地往其脖梗扎去。 你…… 男人捂着血流不止的喉咙, 想出声喊人, 却静止地永远躺下了。 我吸了口气, 手颤抖着从她身上搜刮财物和露饮, 随后镇静地去寒醒萧氏兄弟二人。 哦,对,还有个小的。 萧熙想说话, 却被萧东瞪了眼。 跟我走。 我从球车内轻轻地将孩子抱起, 往北江的另一座城杆。 好在距离不远, 等天微微亮时, 我们已经走到了城门处。 北江荒凉, 连进城买卖的摊贩都没几个。 守门的城卫打着哈欠, 问道,来做什么的? 大人, 我是逃命来此地落户的, 我抱着孩子, 抹抹累道, 我家官人死了, 留下三个孩儿, 日子属实难过。 这里阴里达达人尽, 时常有村落被掠夺, 户口变来变去并不稀奇。 城卫眼中闪过某同情, 他随意地搜了搜, 便抬手道, 进去吧。 进了城, 我带着幼崽们去吃了碗没有肉馅的馄饨, 顺便打探了夏户雅所在地。 馄饨里洒着青葱, 老板娘看我们可怜, 又多挖了点猪油。 萧东吃着吃着, 忽然落下了泪, 他问道, 以后我们就要在这里生活是吗? 我点点头, 以前的名字不能用了, 待会落户时问起, 你们便跟着我姓。 对了, 我姓身徒, 不姓身。 喊了好几年身姨娘的萧东, 他小脸战红, 娜娜说出一句, 谢谢。 来此地是我早前便想过的事情, 毕竟是跑路, 总不能马马虎虎。 只不过我当时想的是一个人跑, 如今带了三个挂件, 落户千成一人, 需要五两银子, 去村里开荒倒是不用, 北地鸣风雕悍, 但外边危险, 鬼知道啥时候有达达人来搜刮。 我想了想, 肉疼地问道, 大人, 能分期吗? 不能。 好吧。 我终究还是掏出了脚底藏着的银票, 负责盖章的护书, 看到脸都绿了。 于是我身徒月明下, 水灵灵地多了三个孩子, 成为长相街的寡妇一个。 剩下的银两, 租了院落, 再买些生活用品, 便所剩不多。 路过卖绿豆糕的店铺时, 消息乖巧地朝我笑着, 小手指抹了抹流口水的嘴角。 她朝我喊道, 阿娘, 想吃这个。 我, 我看到一两银子半斤的告示牌, 一巴掌揉了揉她的脑袋, 插腰骂道, 吃吃吃, 想屁呢。 回家啃炳去, 兜里的十两银子, 再用八两给老三买了支母羊铲奶。 真愁人, 最多还有半年就要坐吃山空。 我能干点啥好? 以往的穿越大神能卖美食。 可我观察了一番, 以我普通的手艺干这个, 一家四口估计得饿死。 实在不行, 只能干回老本行了。 杀猪猪, 我是专业的。 穿越前, 我承包了一大片屠宰场, 把小猪崽们养得肥溜溜, 结果还没等到出栏那天, 就穿来了一时。 园主留给我的除了一身蛮力, 至于牢狱之灾。 若不是肖家主母, 我估计只有被冲入教方司这一个结局。 如今想开个猪肉摊子, 却没那么容易。 割肉的铁刀不能少, 我去问了铁匠铺, 在里头砍价砍了半天, 老铁匠才不情不愿地 给了一两银子的最低价。 老铁匠气得胡子翘起, 你挡在我门口, 我这生意还要不要做了。 我自知理亏, 只能厚着脸皮笑了笑, 我这就离开, 范叔, 这杀猪刀就拜托您了。 赶紧走, 后日再来取, 剩下要搞定的便是稳定肉圆。 千尘荒凉, 连带着养生处的民众也不多, 城里头的早就被酒楼预定完了。 我连着跑了好几天附近的村庄, 才在一个偏远山村里找到养猪的人家, 约定好每周送三头过来。 我给的价格比市场要多时纹, 还不用它们散卖。 对庄户人家而言, 是个好买卖。 大约是今日运气不错, 回去的路上, 我还抓到了一只扑腾乱飞的三色锦鸡, 顺带摸了几层骏子, 正好带回去熬锅鸡汤, 都补补身体。 流放途中, 可以说是一点油水没有。 想到三个嗷嗷带补的幼崽, 我长叹了口气, 穿过夜幕回到矮水下, 破落木门前坐着两道小小的身影。 远远的, 小家伙的脑袋正一上一下小鸡啄米打盹。 大兄, 娘啥时候回来呀? 我好饿。 闭嘴, 她不回来了, 更不是你娘。 大典的少年眼眶通红, 抬起头强忍着不让泪珠落下, 咱俩都是累赘, 没人要的累赘。 我心间一酸, 这是以为我偷偷跑路了吧。 悄然靠近, 屈指赏了她一个板栗, 背后屈去喂娘啥呢? 霄冬愣住许久, 名为西记的光, 渐渐浮现于眸中。 她嘴硬地别过头, 我没有。 我单手抱起老二, 拍了拍老大肩膀, 扬了扬手中的紧姬, 豪气十足道, 走, 今晚吃肉。 月末, 城东多了一个不起眼的肉摊子, 手起刀落, 骨架上肉丝不沾, 骨有刨丁解牛, 今由我身徒月解猪。 我卖的猪肉价格公道, 慢慢便引来了不少顾客。 昔日的肖大少爷放下了架子, 仰起笑脸在摊子旁边吆喝。 新鲜的猪肉, 便宜又好吃, 快来尝尝咯。 路人见他小脸白嫩, 便停下来打去, 小家伙, 你家这肉当真新鲜又便宜, 不会是吃秤吧? 萧冬也不怯场, 大大方方回道, 审子, 您放心买, 要是少了金粮你就回来找我娘算账。 一旁的我, 哎, 太笑了。 不过我的手笔称还准, 提一提便知几斤几两, 哪怕是想找茬的客人, 也挑不出来毛病。 久而久之, 我的肉摊子生意变好了起来, 有了余钱, 萧熙时不时也能吃上绿豆糕。 他素来乖巧不闹腾, 知道自己帮不上太大的忙, 就待在家中认真地带起弟弟。 我算完近日的收入, 把正在未积的老大叫进房屋。 你想不想接着读书十字? 曾有神童之名, 熟读四书五经的萧冬如今换上了麻衣, 稚嫩面容微浪。 他忘了忘我, 垂下眼眸, 方吐出一句, 不想。 我点点头, 既然你想, 那为娘肯定会供你读出来的, 放心。 萧冬。 他欲言而止, 一脸震惊, 您年纪轻轻就耳背了吗? 能活下去就已经很好了, 读书得花不少钱。 对于已经懂事的萧冬而言, 那是在给这个破碎的家增加负担, 他不想成为拖累。 我笑眯眯地摸了摸幼崽的小脑袋, 这个年纪不读书, 你怎么睡得这样? 静止摆烂? 这里明峰未开化, 连带着城里的叔叔也并不多, 只有一个老秀才, 还在兢兢业业地坚持讲学。 他见萧冬小小年纪, 讲话条理清晰, 言之有误, 见之欣喜, 仅收了一条五花肉, 作为树修。 是个好苗子啊! 老大的学业进展顺利了, 我的杀猪大业却遇到了挫折。 好生意容易遭人红眼, 特别是同行。 借位原本独占熬头的猪老四就经常骂骂咧咧, 说, 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出来卖肉, 像什么话? 我要是她夫家, 非得修了她不可。 这不, 一群地痞流氓混混, 突然找上门来, 问我索要保护费了。 这里可是我们龙虎帮的地盘, 你今天必须给我们十个铜板, 不然我们是不会客气的。 我看着摊前, 这一群脏兮兮瘦弱不堪的少年们, 有些为难。 他一拳下去, 会出人命啊。 领头的少年还没我高, 他的视线从猪肉上划过, 下意识咽了咽口水。 两边凹陷的脸颊也跟着耸动, 咕噜噜, 不知道是谁肚子发出的声音, 饿不饿? 我从衣袋里摸出食文前, 又拿出两个原本准备当晚饭的菜包子, 递了过去。 少年愣住, 揉了揉眼, 好似近了沙开始泛红。 他迅速接过, 闻名般递到了声线, 和伙伴们一同跑开。 一旁卖鱼丸汤的赵大娘刚从河边拎了鱼回来, 见状急忙喊道, 小虎, 小虎小虎, 你跑那么快做什么, 大娘这还有鱼丸汤呢? 不要了。 照大娘微微叹息, 看到我疑惑的表情, 语气沉重地解释道, 他们都是之前守城将士的后代, 爹娘都不在世了, 可怜的哟。 小虎有个病秧子妹妹相依为命, 估计又是生病了, 才来问你要保护肺的, 岳娘子, 还望你不要怪罪他们。 时文刚好是抓一副风寒药的钱。 我切好肉递给客人, 没说早已知晓那群孩子的身份, 仅是笑着应承道, 您放心吧。 夜晚收摊时, 突然有个草纸团在我面前落下, 上面的字体歪歪扭扭, 大概意思就是我得罪了猪老四, 他要找人收拾我。 我没放在心上。 然而第二天, 按约本该来给我送猪肉的装户人家。 却没有来。 萧西抱着墙堡里的弟弟, 紧张地拽住了我的衣角。 娘, 你记得今晚早点回来, 我给你做饭吃。 说来惭愧, 这个家里点亮厨艺技能的 居然是才六岁的老二。 我拍了拍幼崽圆润的小脑袋, 好。 又去摊上挂了个暂时歇夜的牌, 把杀猪刀用布条裹好, 别在腰间, 方才出了城。 猪老四其实没用什么太高深的手段, 他只是抬了台价, 多出了食文钱, 养猪的农户便同意把肉卖给他了。 卖谁不是卖呢? 和他们讲契约精神也是听不懂的, 别说道理了。 我从纸壶的窗户看进去, 多的是光溜溜的孩子。 穷苦人家, 只有出门干活的人才能有衣服穿。 有黑愁苦的面容上充满了歉疚, 用一口浓重的香音说道, 屠户娘子, 你再去别的地方瞧瞧吧, 卖猪仔的多这里。 我无奈至极, 这次下山没再遇到紧机, 可怜杀猪刀都没派上用场。 本来沉重的心情, 在看到消息捧着一碗长寿面出来时, 突然释怀不少。 小家伙脸上还沾着面粉, 甜甜笑道, 娘, 祝您长命百岁。 性格别扭的肖东也递出来一张画像, 耳间微红着说道, 我画得不是很好, 你别介意。 墙堡里的肖北挥着手土泡泡, 啊啊, 我接过面条, 像是打了鸡血般, 瞬间斗志昂扬, 等着, 不就是养猪吗? 谁不会? 娘一定让你们都过上天天有肉吃的日子。 是时候该出手整治这个时代, 没有阉割过的骚猪了。 当屠户的这段时间, 我积攒了不少银两, 又找之前的户书在城外批了快荒地, 我的养猪大业正式开启。 那些无家可归的将士后代, 有了固定的住处, 不用再挤着破庙。 他们替我养猪, 我给他们吃食和住处。 小虎十分感激我, 若有人去我的肉摊子上闹事, 冲最前的就是他。 时间流逝得极快, 阉割过的猪肉一出来, 迅速俘获了千诚人的心, 成了北疆的一大特色。 买肉还送菜谱。 各大酒楼每天都来询问 能不能多供几斤肉。 但我们却没过上 梦寐以求的好日子。 昏庸的帝王为了造宫殿上条民税, 外边的达达人到了冬日 便开始虎视眈眈。 这几年有战神在边城守着, 达达人不敢轻举妄动, 可人终将会老。 那位年于古兮的战神, 在听闻唯一的女儿 死在深宫之后, 便一病不起, 北疆的天变了。 在除夕那日, 达达人偷袭了附近的村庄。 踏着铁骑将千诚围了起来, 我收拾好细软, 把粮食都埋进了菜缸底下的地窖。 吩咐道, 你们静几日莫要出门了, 好好在家里待着, 知道吗? 萧东放下书卷, 举起菜缸堵住入口, 眉目间是隐忍不住地担忧。 我感觉, 千诚保不住了, 兵力过于悬殊。 十五岁的少年身子挺拔, 抽调了不少。 最小的萧北脸颊圆润, 藕结式的胳膊扒拉着我的衣角, 将糖葫芦凑到我嘴边, 娘辛苦, 不怕。 萧西打着手里的算盘, 头也不抬地说道, 亏大了, 这批猪崽子都没养多久。 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只会哭着喊着要绿豆糕的幼崽了, 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做生意的天赋。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活着最重要。 我出言安慰了一句, 手中动作不停地把银票塞到鞋底。 幼崽们, 城破那日, 我还在收拾着肉摊子, 数不清的铁骑冲进城内四处肆虐, 挥刀便是一条人命。 弟兄们随我冲, 抢粮食抢女人。 敌军大喊着, 到处皆是哀嚎声。 我在街尾看到了朱老四的尸身, 肥胖的脸上, 围鱼京剧, 赵大娘在慌乱跑着。 我想到平日里受过的一些恩惠。 上前拉住他, 小声喊道, 从这边走, 那边全是人。 好, 好。 他害怕地拽紧了我的手臂。 我们穿过一条小路, 眼看就能回到家, 赵大娘却不小心踩到了枯枝, 发出极大的声响。 四处肆虐的鱼鱼人, 一下子冲了过来。 哟, 这还有两只小老鼠呢? 赵大娘躲在我身后, 猛地将我推了出去, 脸上再也没有往日的磁盒。 奸声道, 官爷快瞧, 这小娘子年轻好看, 不像我这老太婆。 她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祸事。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三个鱼鱼人下了马走过来, 抬起手要摸我的脸。 我面无表情地掏出腰间的杀猪刀, 老伙计, 开工了。 等我回到家中时, 身后再无一人。 萧东躲在门后, 透着缝隙观望, 见我身上虽有血迹, 但没伤痕, 方才松了口气, 娘, 咱进地窖躲着吧。 我点点头, 心里总有挥之不去的担忧, 以及一阵后怕。 心软是病, 得治。 带着三个孩子, 我在地窖内藏了半个月, 直到粮食快要吃完。 本以为能躲过一劫, 我贴着墙壁, 却听到外头再次传来了马蹄声。 威蚁。 我深吸了口气, 嘱咐道, 待会不管发生了什么, 你们都别出去。 两兄弟瞬间红了眼眶, 娘, 你别丢下我们。 只有年幼的萧北,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总比全领了盒饭好。 我下定决心, 毅然爬出了地窖。 周围全是举旗的将士, 煞气十足, 一个个都能吓哭小孩。 但他们好像, 和之前的达达人不太一样。 就在我陷入疑惑之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熟悉又陌生的嗓音。 身途月, 男人骑着一匹汉鞋宝马, 身穿盔甲, 手里提着一柄红鹰枪, 锐利的目光似要将我看透。 我看着那张帅脸呆愣在了原地。 草, 死去的王夫突然复活, 是怎么回事? 远远地, 一抹倩影朝我飞扑过来。 他抱住我, 激动道, 小月月,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正是我那位爱寻夫不知所终的主母, 姜云念。 姜云念激动完, 小心翼翼地朝我问道, 你知道, 冬儿他们如今在哪吗? 女人秀丽的面容上满是担忧。 我回过神, 垂下眼眸指了指地窖, 他们都在等你回家。 是了, 养了几年孩子, 差点忘了人家还有亲娘。 没人知晓, 其实我很羡慕姜云念。 她是个合格的穿越女。 也像画本里的女主角, 做肥皂, 纸玻璃, 弄火药。 这些技能全都解锁了。 而我, 只会养猪。 萧景与她青梅竹马长大, 两人情义深重。 原主的身份是姜云念表妹, 武将之女。 她来探视时, 意外发现我也是穿越者。 为了救我, 才不得已给我安了个侍妾的身份。 我虽然名义上是萧景唯一的妾室, 但实际和她半毛钱关系没有。 若不是念着姜云念的恩情, 当初跑路的时候, 我也不会带上三个幼崽挂剑。 如今人家亲爹亲娘归来了, 我这个姨娘便没了用处。 我只是个普通人, 养了好久的猪, 也没能给孩子们盖一座院子。 萧景如今成了一方萧雄, 地位全是皆有, 别说是一座院子了, 说不定这江山以后都是她的。 我忍着内心的酸涩, 给他们指了路, 默默转身离开。 被搜刮过的千城, 如今更为荒凉, 街上几乎没有人走动。 我借了马骑出城外, 往养猪场的方向越走心越往下沉, 也不知道小虎他们活没活着。 我来得不及时, 场内早已没了小猪崽子的踪影, 想必是被打打人抢走了, 到处都是了无声息的躯体, 小虎缩在猪圈角落。 用手臂护着一个孱弱的小姑娘, 再也没有别的动作。 哥哥,哥哥, 小姑娘眼里含着泪珠, 咬紧嘴唇, 不让自己哭出声。 我过去将她抱起, 她才趴在我肩上嚎啕大哭, 跃移, 哥哥把衣服都给婴婴了。 我这才发现, 冰天雪地里, 少年的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短衫。 莫怕,莫怕。 将小虎的尸身收敛好, 我为众人盖了座心坟。 等来年开春, 我再带婴婴回来看你们。 我背着小姑娘回到千城准备辞行。 好巧不巧, 将军和主母正在抱着孩子们回忆往昔, 一家子眼眶通红。 看了看正在抹泪的江云念, 我迟疑伴赏, 上前说道, 夫人, 我要走了, 日后有缘再见。 此话一出, 萧氏三兄弟最先忍不住。 娘想去哪? 您不要我们了吗? 乃团子萧北扑过来, 抱住我膝盖, 嚎啕大哭。 北儿不想娘走, 娘不要走。 比起对亲娘有记忆的兄长们, 最小的她反而对我依赖感最强。 她哭着, 醒来得音音不明所以, 也跟着哭了起来。 我尴尬极了, 默默挪了挪步伐, 没像往常那般抱起乃团子哄, 而是轻轻拍着小姑娘的被安抚。 小孩子的心思细腻, 葡萄般的黑毛一下子暗淡不少, 泪珠挂在羽结上, 惹人疼惜。 江云念将其揽入怀中, 毫无借地地道, 阿月是因为这几个皮猴要走吗? 你养大了他们, 喊你一生娘是应该的, 我并不介意。 也不全是我愁愁片刻, 最终选择说实话。 您知道的, 我并不愿意被困在后宅, 相比起待在将军府, 养猪对我来说更快乐些。 有个屠户养母, 与他们日后的名声而言, 不是什么好事。 我知晓得江云念眼眸微弯, 拉过我的手, 轻声劝道, 只不过如今正值乱世之秋, 你不如多待些时日, 等安定了再走。 再者, 也得为这小丫头考虑考虑。 她说的正是莺莺, 看着眼巴巴一脸哀求的养子们, 在想到莺莺病弱的身体, 眼下确实不太适合离开。 我缓缓笑道, 那我就厚着脸皮, 多蹭几顿夫人的饭。 一旁的萧景眼眸幽深, 夫人管的可都是本将军的粮。 因为苟皇帝的不作为, 如今天下分崩离析, 萧景迫不及待 想要洗刷自己曾经的通敌罪名, 平定达达后一路率领大军押进了京城。 江云念则管着军队的后勤, 替他打点一切。 原来, 当初萧景兵权在握, 遭到了帝王的猜忌, 差点被信任的手下捅刀子, 只不过命大, 又被救了回来。 救了她的是一个医女, 两人在山中生活了一段时间。 等江云念寻到她时, 失去记忆的萧景, 已经和一女成亲拜了堂。 知道这件事时, 我很是诧异。 江云念眉目间, 早已眉了当初的肆意张扬。 她淡淡地笑着望向我, 是不是很惊讶, 我居然会忍着。 明明说好的一生一世一双人, 最后却只有我在遵守。 我老实点头, 江云念说, 我放不下的不是她, 是我曾经毫不保留的那些付出, 总不能让别人摘了果子吧。 她是个聪明人, 不会歇斯底里地和夫君闹, 只是悄悄地把心门合上了一大半。 找回孩子后, 她更是把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似是想弥补迟来多年的母爱。 对此萧东苦不堪言。 她找到我, 愁眉苦脸道, 娘, 你劝劝我母亲吧, 我只是看着瘦了点, 真不用天天喝什么十全大补汤。 我笑得东倒西歪, 一边给乖巧的莺莺扎小辫子, 一边劝道, 你母亲也是一片好意, 再忍一忍罢。 少年背过身去, 听着我的笑声, 微微弯起了唇角。 远景二年, 萧景攻破京城, 升秦立地, 逼其下了最挤兆退位。 短短一年,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登基后, 封了江云念为贵妃, 后卫静空选着。 大概是看在孩子们的份上, 我从申姨娘变成了申品。 打算在京城养猪的计划, 又泡汤了, 我恨。 那位医女则被封为德飞。 安置完一切, 我去看望江云念时, 发现她静坐在同镜前, 一言不发。 你, 不用劝我。 江云念白首, 笑出了泪, 多可笑啊。 我和她相识多年, 如今她却说我只是个商女, 身份不够, 不能当皇后。 我默默吐槽了一句, 死渣男真不是人。 她扑斥一笑, 站起身转了一圈, 绣满金丝海棠的裙摆浮动。 你看我现在, 像不像一个合格的古代女子。 不想笑可以不用笑的, 我抬起手, 想抚平她眉间的苦意, 实在不行你, 也偷偷养几个小白脸算了。 男人嘛, 日抛用品。 江云念呆滞了一瞬, 指了指自己, 不会吧, 只有我是恋爱脑吗? 她重新刷新了一遍对我的认知, 看上去倒是没那么伤心了。 我深藏宫语明地踏出殿门, 却看到不远处的梅树下, 一道明黄的身影正静静望着。 不知站了多久, 犹豫了半晌, 我决定装作没看见, 目不斜是往另一个方向走, 结果她没放过我。 男人低沉的嗓音由远到近, 蕴含着淡淡的苦涩之意。 云念她, 怎么样了? 陛下若是担忧, 何不亲自去瞧一瞧? 我转过身, 望向她布满血丝的眼眸。 萧颈转动着手上的玉扳纸, 许久才吐出一句, 我怕, 我怕看到她失望的神情, 更怕她像对陌生人一样, 对我。 她坚毅的面容, 难得露出脆弱神情, 像是找到了一个垃圾桶, 语速极快地倾诉着。 淮南之地不稳, 如果没有世家的助力, 江山大概又要易主。 日后我会慢慢补偿云念的, 这是眼下最好的法子。 而后卫, 就是她向淮南世家给出的合作诚意。 我打断她, 陛下不用与我说, 需要听的人是江贵妃。 讲了那么多, 全都是借口, 不爱听。 这皇帝又不是非当不可。 萧景愣了愣, 你说得对, 她下了决心, 迈开步伐, 去找江云雁。 两人有没有重归于好我不知晓, 新朝刚历, 大家都忙得脚不沾地, 连半大小子萧东 都被亲爹抓去办事了。 只有我悠闲地在湖边垂掉, 萧西每日都要来我的宫殿里诉苦, 捧着本诗经抱头痛哭, 这知识怎么就不尽脑子呢? 她的父皇给她安排了许多大儒当老师。 然而萧西算盘打得好, 在读书上数实没多少天赋。 娘, 你能不能日后出宫的时候带上我? 我替你看账本, 那得你母亲同意才行。 萧北和莺莺在放风筝, 闻掩土舌头做了个鬼脸, 嬉笑道, 二哥笨。 我把吊起来的锦里虫心丢回湖中, 视线不经意间和湖亭里的身影对视上。 那是个清秀婉约的女子, 她轻轻朝我汗手, 提步走了过来, 申平姐姐看来很讨孩子喜欢。 我行了个不伦不类的礼, 得飞过誉了。 得飞纤细的手腕从腰腹抚过, 眼中羡慕之意退去, 柔声说着, 我也想背换一生娘亲。 可惜, 她迟迟没有自己的孩儿。 总能如愿地, 我随口附和了句, 却没想到女子的眼眸 一瞬间亮了起来。 真的吗? 借姐姐急言了? 她像是许久没和人说话一般, 叽叽喳喳地分享起自己的心事。 我知道大家都讨厌我, 觉得我破坏了一对神仙眷侣, 可我也不想的。 明明是陛下非要以身相许, 我以为他没有家事才答应。 得飞吸了吸鼻子, 语气委屈, 早知道就听阿爹的告诫, 不随便在路边捡野男人了。 你阿爹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负心汉啊。 我这是能听的吗? 还以为这位会是个宫斗能手, 没想到看上去仍有些天真。 怪不得江云念提起他时, 语气颇为复杂。 从那一面之缘后, 得飞便时不时跑来找我喝茶。 萧北不太搭理他, 莺莺吃了得飞调制的养生药丸子, 倒是挺喜欢这位得娘娘。 惹得某位贵妃一脸忧怨。 江云念像是一个熬了三天三夜的打工人, 脸色灰青泛白, 恨不得将我从床上拽下。 啊, 为什么你们能这般清闲? 不行, 都给我卷起来。 平安无事地生活维持到新皇后进宫那天。 萧景又食言了, 她不仅娶新皇后, 还要办选秀。 江云念再也绷不住, 冲进御前殿和她大吵了一架。 萧景, 你个王八蛋。 萧景没像以往那般哄她, 脸色铁青地砸着瓷器, 够了。 朕如今是天子, 不是那个任你使唤的穷小子。 在当上将军以前, 他不过是江家资助的辞幼院孤儿。 江云念, 你现在像什么样子? 不觉得很难看吗? 男人失望的目光将他心底的感情彻底击碎。 江云念忽然就冷静了下来。 他福贵在地, 磕了磕头。 陛下还欠着妾身一个愿望。 我如今想好了, 唯愿与陛下。 生不同事, 死不同学。 好, 好, 萧景气急, 拂袖离去, 朕如你所愿。 我得知消息时, 正在裁剪花枝, 因为过于震惊, 导致手上动作出偏差, 娇养的海棠花散落在地, 江云念病倒了。 与此同时, 萧景正在隔壁的凤鸾宫迎娶皇后。 我过去探望, 发现老太医正摸着他的脉搏锤类。 这, 娘娘似有游进灯窟之像啊。 能养吗? 我将一袋银两塞了过去, 焦急问道。 老太医小声答, 若是能静养, 或许能多活二三年。 磕磕。 江云念醒来, 挥了挥手, 不用为难太医了, 我自己心里有数。 有什么数? 我实在是对他恨铁不成钢, 你就这样认栽了吗? 自己缠绵病榻, 看着夫君当新郎。 放心, 我留有后手。 他抱住我, 滴滴泪意染湿了我的衣裳。 阿月, 我累了。 我还有系统呢, 之前早就完成了攻略任务, 得到了回家的机会, 只是舍不得走而已。 等我脱离这个世界后, 麻烦你照看一下孩子们, 若能离宫, 也带上他们吧。 行, 隔日一大早, 我领着一群幼崽们, 去给新来的皇后平安。 路上碰到了目的相同的德飞, 她从我手里接过莺莺, 颠了颠, 露出笑颜, 重了些。 莺莺羞怯地捂住小脸, 谢谢得娘娘的养生丸, 西丸仔, 她小声提醒我, 工人们都说, 这位世家贵女胜为严苛, 申姐姐要小心。 萧氏三兄弟, 已经知晓亲娘的遭遇, 此时心情都十分低落。 父皇怎么能这般对母亲, 萧西愤愤不平, 刚想说些什么, 却被萧东捂住嘴。 慎言, 祸从口出, 她抱着打哈欠的老三, 眉目冷冽, 老二, 我们如今不是在虔诚, 没有人会像娘那样纵着你胡闹。 凤鸾殿中, 新皇后坐在高位, 威严十足, 一举一动举手投足之间, 仿佛用尺横梁过一般。 她长相不算出众, 敷着厚粉, 唯有细长的眼尾, 略带米意。 你们都是宫里的老人了, 应当都知道规矩, 不必我再多言说。 皇后敲打完我和德飞, 就开始打探江云念的情况。 看得出来, 她很是在意 这个曾经是萧景妻子的人。 不仅如此, 皇后是个宫斗能手, 在不起眼的地方 克扣起江贵妃的奋力。 时不时吩咐众人 替她抄写佛经, 江云念要抄得尤其多。 皇后小心翼翼地试探完, 发现萧景根本不在意 她对发妻的刁难后, 更是放开了手脚。 例如, 江云念病重时 再也喊不来太医, 屋里多出各种各样 带毒的物件。 虽有我的探望 和孩子们的看顾, 江云念的身子 依旧一天比一天虚弱, 醒着的时候甚少。 宫里进来的新人 一天比一天多, 御花园 也不再是冷冷清清的模样。 萧景没有展现出 对哪个妃嫔的偏爱。 说来可笑, 她一个月来我这的次数 居然也算得上多。 每次都是来回踱步, 问, 你说, 云念怎样才肯不置气呢? 朕是天子, 哪能放下身段 求她原谅? 都过去这么久了, 总该消气了吧? 她以为江云念 像以前一样 只是单纯地在闹脾气, 最后都会选择原谅。 我, 说完了吗? 陛下说完了就走吧, 此地风水和你不合。 萧景在我这没讨着好, 静也不恼, 为了逼心爱之人低头。 她用江氏一族的前途 来威胁江云念, 哪里知道 第二天 江家人全辞了官, 甚至请求 让她与贵妃合理。 这招不起笑, 她又下旨, 欲把三个孩子 全寄到皇后名下。 这招是有效的, 萧景等着贵妃来求情, 只要她一求, 服服软, 她就会撤回旨意。 可她等啊等, 却等来了贵妃的死讯。 我骂完狗皇帝 跑去找江云念时, 她已经处于 回光返照的状态, 她拖着残败的身子, 穿上最好看的衣裙, 跳了一曲拓之舞。 弥留之际, 江云念紧握住我的手, 嘴角尖难弯起。 阿月, 可不要学我呀, 你要清醒地, 一直清醒地活下去。 我心间被密密麻麻的 藤意淹没, 不知何时哭出了声。 怎么可能, 萧景怒急, 将书案拍得四分五裂。 来人, 把这造谣贵妃的奴才 拖下去砍了。 奴说的都是真的呀。 陛下, 您去瞧瞧就知晓了。 等萧景亮呛着步伐 赶到江云念所在的宫殿, 三个孩子 却不让他去见最后一眼。 萧东谋中的讽刺之意 毫不掩饰, 父皇别忘了答应母亲的事。 逆子, 滚开。 他看着后殿升起的火光, 心中不想预感更甚, 不顾阻拦冲进去后, 却只看到了抱着骨灰弹出来的我。 我微笑, 陛下, 人都死了, 何必惺惺作态呢? 您莫不是忘了, 是你亲手将他推上的死路, 任由他被戳磨。 聂儿, 聂儿, 男人目自欲裂, 猛地吐出一口血。 他不在意我的话语, 伸手就要抢走坛子, 却抢不过我。 走, 聂儿我们回家, 你不是最爱看海棠花吗? 我种了满园, 你睁开眼看看好不好。 只可惜, 再也没有人会回应他了。 有人欢喜, 有人愁。 我安置好江云念的身后是没多久, 德妃在被皇后罚贵时晕倒, 枕出了三个月的身孕。 她欣喜异常, 却又不敢声张。 月姐姐, 我终于当上娘亲了。 不仅如此, 她怀的还是双胎。 萧景封魔了一段时间, 整日宿醉不管事, 也不在意得非怀了几个孩子。 朝臣们意见都很大, 纷纷前来劝说。 直到她知晓了皇后之前做过的事, 方才突然恢复清醒。 她开始以众世家, 让皇后受尽荣宠, 只收回了那道记鸣的旨意。 我不明所以, 也懒得琢磨其用意, 开始计划等德飞生产后, 去哪里进行养猪大业。 德飞有了身子, 口味也变得稀奇古怪, 吃了便土。 没一阵子就消瘦了不少, 看上去愈发楚楚可怜, 摇摇欲坠。 就连萧北和英英玩耍时, 也小心翼翼地怕冲撞到她。 两个小家伙怯怯思语, 也不知道德娘娘肚子里的是弟弟还是妹妹, 以后我就是哥哥姐姐了。 我看着她肚子一天天变大, 脸一天比一天小, 仿佛看到了江云念的影子。 德飞是在冬日生产的, 她被皇后宫里的狗吓着, 没站稳摔倒在地, 提前发动。 大雪纷飞的天气极寒, 一盆又一盆的血水倒出, 伴随着女子撕心裂肺的痛呼声。 不好了, 吻婆跑出来, 急忙道, 胎儿脚往下没法生了。 这种情况下, 大人孩子都不好活。 保德飞, 我历生喝道, 用你的脚茧, 医者不自医。 明明怀有医术, 她却没法让自己平安生产。 然而我没料到, 平日里看着柔弱的德飞, 竟自己划破肚皮, 把两个孩子接了出来。 月姐姐, 她脸色苍白到近乎透明, 颤抖着将孩子递给我。 我, 听不到他们喊娘亲了。 求你, 抚, 养。 我没听到最后一句完整的话语, 那双细白沾了血迹的手腕便从空中垂落。 此后, 杨仔生活再次重启。 我的名下又多了两个孩子, 一个宦瑞雪, 一个叫枫妍, 因为是早产儿, 照顾起来尤为艰难, 连哭声都和小猫似的。 好在他们生命力顽强, 青黄小脸终于慢慢长出了血肉。 瑞雪像德飞, 性子竟不爱哭闹, 丰年则与姐姐相反, 闹腾得不行。 萧东几个很坦然地接受了自己多出来的弟弟妹妹, 特别是萧熙, 她抱娃动作比我都熟练。 真是应了那句话, 除了读书, 样样都行。 萧景来看过一眼, 没提半句德飞的死, 只是轻声说了句, 皇后那里你不用脏了自己的手, 我会处理。 朕的孩儿就交给你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远景五年, 淮南世家纷纷倒台。 萧景亲手给皇后送上了一条白铃和毒酒。 童年, 姜云念留下的后手显现。 她绣的荷包里放满了毒, 萧景戴在腰上从不离身, 很快就卧病在床, 犹如没了生机的枯木。 那毒很磨人, 据说发作起来, 骨头就像被蚂蚁啃咬, 又痛又难挨。 她大约是知晓的, 连快死的时候都要把荷包放在胸口处, 不停地喊着念耳。 我知错了, 你接我走吧。 我和孩子们停静地看着她咽了气, 英年早逝的结局挺好, 只有刚成年的萧东有些悲伤。 她仓促地接手了这满目疮痍的江山, 没法离开, 只能目送我带着萧北几个小的离开皇宫。 娘, 你走了啥时候回来呀? 已经能独当一面的少年, 眼巴巴地望着我。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安抚道, 等鸡灼顽米, 火烧断锁。 没有带太多的金银珠宝, 我在鞋底藏了银票, 背了两个瓷冠, 身后跟着一串幼崽, 奔向养猪的场地。 我身徒愿, 今天也有在好好活着。 番外, 不知从哪天起, 萧国官员们的节礼 统一变成了猪肉。 奇异的是, 这猪肉还没有骚味。 宴席上, 已经年余三十的帝王 突然发出一声爆喝。 什么? 居然有人敢去 我娘的肉摊子上闹事, 是哪个不长眼的, 真要去砍了她? 没人敢吱声。 谁能想到, 当今皇太后最大的爱好 居然是杀猪猪呢? 众人都知晓, 京城里有个神秘的猪肉摊子, 万万惹不得。 一旦惹了, 远在异地的藩王公主们, 都会连夜进京上门问候。 就连他们英明神武的帝王 也会跟着发疯。 故事二 侯爷心难了个美妾。 那女子名唤宋柳柳, 是江南花楼里的清官人。 侯爷奉命去江南剿匪, 从水匪手里就下了她。 宋柳柳进府第一日, 就闹得府里鸡飞狗跳。 还想抢了我精心修缮的院子。 那院子是开春时, 我命人十多出来的, 里面种了大片我喜欢的梅树。 如今刚休息完毕, 只待我搬过去, 冬天便能看见满园红梅。 我直接命人将宋柳柳从那院子撵了出去。 宋柳柳气坏了, 竟然跑到我面前大放厥词。 说我是半截身子入土东西的年纪, 又无宠无爱, 凭什么这么硬气? 还说侯爷心里只有她, 这侯妇人的位置也迟早是她的。 我轻飘飘扫了她一眼, 心里失笑。 到底是年轻不懂事, 男人的宠爱值几个钱, 只有捏在自己手里的富贵和权势, 那才是真正的。 我与侯爷年轻时就无多少情分, 他切实向来多, 圣宠的也不少, 可我从来不管。 那时我就深知, 只要我做好当家主母, 无关情爱, 便没人能月得过我去。 没了情爱的桎梏, 内宅我打理起来, 得心应手。 对外游走在京中贵妇中间, 游刃有余, 着意结交, 以拓宽人脉。 一次秋寿。 我对长公主舍身相救, 就此得丰一品告命。 我不仅尊荣加身, 还引得和京中贵妇们和我相谈甚欢。 有人好办事, 消息也灵通, 我的私产做起来, 顺风顺水。 正是如此, 我在侯府过了几十年的舒心日子。 如今, 钱财和权势我哪个都不缺。 那宋柳柳不过一介青楼女子, 随她怎么折腾, 我全然未将她放在眼里。 再说, 我看遍半生事, 这世上最不靠谱的, 就是男人。 寄希望于男人, 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宋柳柳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只说要找侯爷告状, 就气呼呼走了。 我不以为意, 命丫鬟端上瓜果。 我这个年纪, 就是该享受的时候。 傍晚, 侯爷派人说, 晚些时候, 要陪宋柳柳来给我敬茶。 想来, 她要给宋柳柳撑腰。 我干脆将柔姨娘, 也叫来了我院里。 柔姨娘是商户女, 她与伴坐平民前去阳城的侯爷相爱。 两人在阳城拜了天地。 后来, 她被侯爷带回了府里。 她怎么也没想到侯爷的真实身份, 且侯爷已经有了家事。 由妻辩妾, 她起初不肯, 奈何她深爱侯爷, 在她的甜言蜜语下, 终究是妥协了。 年轻时, 她最得侯爷宠爱, 又性子骄纵。 不是个省油的灯, 如虽今年最大了, 虽脾气有所收敛, 但依旧是个牙尖嘴利的。 叫她来跟宋柳柳对上, 再合适不过。 此刻, 宋柳柳穿着性粉色的衣衫, 一副若柳扶风之姿, 揪着侯爷的袖子。 侯爷也满脸关切, 很是护着宋柳柳的模样。 我尚未说话, 一旁的柳姨娘先坐不住了。 哟, 这就是新来的妹妹呀, 果真水灵。 只是这般病若模样, 也不知丹不丹得起侯爷的宠爱, 别到时候我们侯府还要出银两, 置办官国草席的, 平白破了财, 又招了晦气。 柳姨娘话说得难听, 宋柳柳立马红了眼眶, 看向侯爷。 侯爷皱着眉头, 呵斥柳姨娘。 是我平日里太纵着你了, 让你这样无法无天, 竟说出这样恶毒的话。 柳姨娘面上一丝错愕, 有些委屈地想要解释。 侯爷却打断了她的话, 即日起你便待在自己院子思过, 没我的命令, 不准出来。 柳姨娘呆住了, 满脸不可置信。 我坐在上手, 微微挑了挑眉。 看来侯爷对宋柳柳很是看重, 竟然都责罚了柳姨娘。 要知道, 年轻时柳姨娘未跟我争个高低, 故意弄坏我送给太后的生辰礼, 侯爷都没这么生气。 只是摩棱两可斥责两句, 轻轻接过。 柳姨娘郁闷地坐在一旁不说话, 侯爷又不满地看向我。 你身为主母, 竟将手下的姨娘管教成这副德行, 实在不该。 我身子往后靠了靠, 心里冷笑。 侯爷都说了是你纵的她, 跟我有何干系? 她被我软绵绵的一句呛得没话说。 而宋柳柳已经怯生生地歪着身子将茶敬给我。 我懒得理她, 接过茶盏, 象征性地放在嘴边, 装作喝了一口。 侯爷脸色很不好地带着宋柳柳走了。 而柳姨娘则满眼极恨地看着宋柳柳和侯爷的背影。 我嘴角挂起浅笑。 柳姨娘和我不同, 她心里有侯爷。 侯爷这样偏爱宋柳柳, 她必定不能忍。 一个是昔日旧爱, 一个是现在的新欢。 而我, 坐山观虎斗便好。 阳城来了一批新料子, 色泽新奇, 花样也好。 我正在院内挑着料子, 便有丫鬟前来禀报。 说柳姨娘和宋柳柳闹起来了, 听说是柳姨娘将宋柳柳给打了。 其因是阳城新来的首饰珠宝, 送到我那去过后, 剩下的每每都是柳姨娘先挑。 这次在丫鬟送给柳姨娘的路上, 宋柳柳抢先将柳姨娘喜欢的物件都挑走了。 柳姨娘得之后气不过, 不顾自己在禁足, 带着人前去找宋柳柳理论。 谁知话还没说两句, 宋柳柳不知怎么的就跌坐在地上。 宋柳柳哭着说是柳姨娘推了她。 这事闹出来了后, 便立马有人禀报了儿媳苏氏。 儿媳苏氏是我亲自挑选, 她嫁进来时, 我便将钟馈交到了她手里, 府里一应事物现在由她打理。 她是个可心的人, 平日里对我也孝顺, 处事也是极有分寸。 事实上她这件事处理得也很得当。 当年柳姨娘随侯爷从阳城来京城, 由其辩妾, 侯爷心里有着愧疚, 便给了她贵妾的身份。 柳姨娘的身份在宋柳柳之上, 按理来说是该由柳姨娘先挑。 苏氏让宋柳柳将物件首饰拿出来, 让柳姨娘先挑了自己喜欢的后, 回去禁足。 看在侯爷的面子上, 她又从自己私库里挑了两样珍贵的东西, 给宋柳柳当作安慰。 这件事才算完。 听着丫鬟说完, 我满一点点头, 选了块心仪的料子。 谁知没过多久, 侯爷便来了, 她脸色阴沉, 周身气压很低, 直接对我发难。 谢时宜, 这便是你挑选的好儿媳, 胆大包天, 赶磕带树母。 我说你当初怎么偏偏看中了苏氏。 原是她对你马首是瞻, 而今正好奉你的命来折辱流流。 看着侯爷暴怒的模样, 我皱了皱眉, 挥退了丫鬟。 侯爷何出此言? 侯爷冷笑一声, 若不是你容不下柳柳, 让苏氏折辱她, 又怎会逼得她去死? 柳柳孤身一人来到京城, 无依无靠, 你一把年纪了, 还如此恶毒善度, 简直得性有失。 原是侯爷刚去宋柳柳的院子, 刚好碰见宋柳柳上吊, 宋柳柳被救下后, 又说了些磨棱凉渴的话, 侯爷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来我院子里问罪。 听见这些话, 我坐直身子, 心里冰冷, 毫不客气回怼。 侯爷莫不是老糊涂了, 他死不死的, 跟我有何干系? 你且去打听打听真相, 别平白无故就冤了他人。 免得叫人以为侯爷人老了, 连黑白也变不出来了。 侯爷一听, 当即更怒。 刚想发火, 身旁的人却在他耳边说了什么, 侯爷脸上的怒火一下子炖住了。 可他还是恼羞成怒, 就算如此, 我身为侯爷, 又是你的夫君, 这是你该和我说话的态度吗? 我当即冷笑, 侯爷自己为了一个妾室失了分寸, 妾身不过典型你罢了。 此事若传出去, 侯爷免不得要被人申上一本, 还是小心得好。 我懒得跟他多说, 侯爷被气得扬倒, 但我说得实在有理, 他无法反驳我。 他虽有军功, 可他算不得圆滑之人, 再朝为官, 难免树敌。 此事的确是他有失偏颇, 他一挥袖子, 兴兴而去。 我将当初成婚时, 太后赏赐我的陪嫁头面 给了苏氏。 他尽心尽力操持侯府, 却无故遭了训斥。 我自然是要安抚他, 不让他寒了心。 苏氏是个好的, 立马带着儿子来跟我请安, 还带了自己亲手做的糕点。 看着苏氏如此懂事, 我心里愈发厌恶侯爷。 又说了惠子话, 前脚丫鬟将苏氏送出院子, 后脚便传来侯爷罚了柔姨娘的消息。 原来是侯爷从我这出去后, 宋柳柳仍旧以泪洗面, 说自己不该来京城, 惹得我和柔姨娘不快。 侯爷在我这儿吃了憋, 一肚子火只能冲着柔姨娘发。 他罚柔姨娘在自己的院子里 跪上两个时辰, 还要给宋柳柳侦查认错。 柔姨娘到底是年岁大了, 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加上让柔姨娘给宋柳柳认错, 这不是直戳柔姨娘的心窝子, 他哪里肯? 柔姨娘佯装认罚。 第二日,带侯爷去上朝后, 柔姨娘带着人冲到宋柳柳院子, 将宋柳柳狠狠狠打了一顿, 只听柔姨娘指着宋柳柳道, 你不是说我打你吗? 看好了,这才叫打。 小蹄子,勾引侯爷不说, 还敢诬陷我, 看我不打死你。 说完他又啪啪两个巴掌 打在宋柳柳身上。 拉扯间, 柔姨娘头上带着的玉刺的簪子 宋柳柳一把薅下来, 摔在地上摔碎了。 那簪子原是皇帝赏赐给侯府的, 侯爷刚将柔姨娘带回来时, 将那簪子给了柔姨娘, 算是补偿。 柔姨娘一直视如珍宝, 几十年如一日地戴在头上。 侯爷回来时, 便看到的是这样的场面。 纵然生气, 可宋柳柳毁坏了遇刺之物之事, 做不得假。 此事不宜宣扬, 为了宋柳柳不被追究, 侯爷只能免了柔姨娘的责罚, 想要稀释宁人。 但柔姨娘也不是个好糊弄的, 坚持让宋柳柳侦查认错。 最终, 宋柳柳不仅挨了打, 还要陪礼认错, 也算是自讨苦吃。 我听着丫鬟的禀报,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一日, 府里又大张旗鼓起来, 侯爷做主, 将柔姨娘的院子给了宋柳柳。 柔姨娘的院子是全府上下, 除了我住的之外, 最好的院子。 宋柳柳没能抢到我的院子。 看上柔姨娘的也不奇怪。 柔姨娘不愿, 她当初住进那院子后, 自己花银钱, 特地请了能工巧匠设计过的。 现在怎么可能让给宋柳柳住? 两人相持不下, 柔姨娘说, 就算是将里面的东西都砸了, 也不会给宋柳柳这个小蹄子住。 宋柳柳面上哭得梨花待雨, 暂时退让。 晚上时她闹着要看烟火, 缠着侯爷在府里放烟火, 一不小心将柔姨娘的院子点着了。 就连我心修缮的院子都差点着了倒。 柔姨娘气坏了, 找宋柳柳算账, 不仅被侯爷挡了回去, 她又被禁了足。 我派人查探了新修的院子, 的确没问题, 又派人严加看管, 只等里面的家具物石置办齐全, 我便搬进去。 没想到一日一早, 宋柳柳竟跪在了我院子前请罪。 子言道, 是她的到来, 让这个家里徒生是端。 她言此恳切, 夫人, 碧妾是来加入这个家的, 不是来拆散这个家的, 一切全是碧妾的错。 还请夫人责罚, 只求夫人在府里给碧妾一条活路。 我在屋内听着院门口的哭喊声, 并未出去, 献下我对宋柳柳的心思已了然。 我和柔姨娘, 她必定是要斗一个的, 反正就是不得消停。 看来她的野心是真不小。 果不其然, 侯爷下朝回来后, 又来我的院子里为宋柳柳主持公道。 看着侯爷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模样, 我气急返笑。 别人上了年纪是越活越通透, 他反而是愈发的美脑子, 像是被人下了降头。 可能是一大把年纪追求真爱吧。 打发走两个癫功癫婆, 我想了想, 是该给这个失智的糟老头子 醒醒脑了。 我做出了梅树被毁的假象, 对外宣称是被昨晚的烟火给毁坏了。 又暗中便派人去了公主府传话, 请求公主帮我个忙。 假称我开春休憩的院子 是为她准备的。 不多时, 公主身边的周嬷嬷便来了。 她走的这一遭, 和府上下都知道了, 那院子原来是为长公主休憩的。 长公主冬日要来侯府小住, 与我叙旧, 还要看那满园的红眉。 宋柳柳一听, 直接慌了神, 想找侯爷问问怎么办。 但她不知道, 此时侯爷也好不到哪去。 我派人将她宠妾灭妻, 任由宋柳柳胡闹的消息传了出去。 郑迪在皇帝面前狠狠参了她一本, 皇帝将她单独照进宫斥责了一顿。 她灰头土脸回府时, 宋柳柳还拽着她的袖子说个不停, 询问她该如何是好。 侯爷按耐住心里的烦躁, 找到了我, 表示宋柳柳也不是故意的, 那梅树可否再移植一些。 我冷笑一声, 当即表示, 那梅树价值千金, 全都是稀罕品种, 或是宋柳柳闯下来的。 想让我给她收拾烂摊子, 那不可能。 若不能恢复原样, 那我只能如实说给长公主听。 最终, 侯爷也只能自行掏钱。 可这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她哪里来的钱呢? 她去找儿媳支这笔钱。 儿媳直接将账本摆出来, 侯爷这些年吃喝玩乐花费不少, 家里还是苏氏整日操持打理, 这才没有入不敷出, 实在没有多余的闲钱。 无法, 侯爷只能四处借钱, 但又不好意思找同聊戒, 便将目光锁定在了柔姨娘身上。 柔姨娘这些年, 得了侯爷不少赏赐, 全都当作提起钱存着呢。 侯爷为银钱交头烂额, 舔着脸去柔姨娘那戒银两时。 我正看着我私产的账本, 这个月, 又有不少镜像, 着实舒坦。 柔姨娘暂且搬进了小院子, 侯爷这两日总是留宿她呢。 她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起来, 可不知怎地, 她忽然病了, 病来如山倒, 她竟然连床都下不来了。 侯爷倒是拿到了柔姨娘的不少首饰。 转头便卖了, 将银钱给我, 让我好好修缮院子里的梅树。 她还余下来了些银两, 这两日又跟宋柳柳过起了快活日子, 将柔姨娘抛诸脑后。 我觉得侯爷的梁博, 又奇怪柔姨娘虽然年纪大了, 但这次的病症也太来势汹汹了些。 正想着, 柔姨娘身边的大丫鬟来, 重重跪在我面前, 求我就柔姨娘。 那丫鬟说, 她稍稍懂些药理, 柔姨娘的症状虽然很像风寒, 可细看起来, 根本就不是风寒之症。 就算是风寒, 她家姨娘的身子一贯硬朗, 怎会严重成这样? 我也觉得有一点, 柔姨娘这么多年在府里, 虽总是要跟我争个高低, 可也都是些小打小闹的, 并未有害人性命的事情出现。 相反, 柔姨娘算得上心善, 常去寺庙里捐住香油钱。 她没有孩子, 却十分喜欢小孩子。 孙儿出生时, 柔姨娘从娘家 拿来了两顶上好的玉如意, 说是给孩子天天福气。 只是碍于我在, 她又非常拧巴, 不能表现出对那孩子的喜欢。 府里有了柔姨娘, 也算给平静的日子 添了几分趣味。 倘若她真是那心思烟渣, 手段歹毒之人, 我早就容不下她。 想到其中可能有猫腻, 我暗中从外面请了大夫 为柔姨娘诊治。 这一诊, 果真有问题。 大夫说是中毒之兆, 只是这毒下的比较浅, 刚开始不会有什么异样, 时间长了在体内堆积, 带毒发食, 稍有不慎便会无力回天。 我心下一惊, 命人将柔姨娘住的院子 好生排查了一番, 立马发现了端倪。 柔姨娘被摔碎的那只玉簪, 当初找了能工巧匠修复, 如今她又戴在了头上。 最终发现是那簪子里藏了东西, 与柔姨娘整日戴在身上的相包相克, 二者气味混合, 便会产生毒性。 而那簪子当初是宋溜溜找人修复的, 这样隐秘的手法, 想要置柔姨娘于死地, 是谁动的手, 这不言而喻, 到底是在同一个屋檐下 生活几十年的人了。 临走前我叮嘱她, 若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切莫打草惊蛇。 柔姨娘倒也听话, 她流水一样的银子洒下去, 终于查到了证据, 并且带着证据找到侯爷, 要侯爷为她做主。 押缓来报时, 我正看着国公府送来的请柬。 她家老太君半月后受沉, 请经中各家前去。 丫鬟说, 侯爷柔姨娘和宋柳柳闹起来了, 原是人正物正俱全, 但侯爷还是要包庇宋柳柳。 侯爷却对柔姨娘道, 柳柳心性纯善, 怎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倒是你, 从年轻时便是胡闹的性子, 如今一大把年纪, 本性不改不说, 竟然还变本加厉。 柔姨娘原本戚戚爱爱地等着侯爷做主, 在听到这些话时, 满是不可置信。 侯爷, 你怎能这样说妾? 柔姨娘这么多年了, 满心满眼都是侯爷。 纵然从前侯爷也宠爱别的姬妾之时, 也不曾对她这样说过话。 宋柳柳窝在侯爷怀里, 小手揪着侯爷的衣襟。 侯爷便更加心疼, 也觉得柔姨娘更加无理取闹。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是柔柳一时半会儿错了主意, 可谁没有犯错的时候呢? 你又无大碍, 莫要再揪着她不放了。 回你自己院子待着去, 若是再出半点幺蛾子, 别怪本侯处置了你。 就这样, 就算证据确凿, 受害者柔姨娘遭受了斥责。 而宋柳柳则好好地被侯爷护在怀里, 两人又是一阵甜甜蜜蜜。 柔姨娘呆愣在原地, 红了眼眶, 最后还是被丫鬟搀扶离开的, 整个人失魂落魄, 好似失去了生机一般。 听完丫鬟的描述, 我心里一片冰冷。 早知道侯爷是薄情之人, 不承想竟然连半分旧情都不顾念。 好歹柔姨娘也跟她这么多年, 对她的真情没有半分虚假。 同时, 我更加庆幸, 年轻时便看透了她的本质, 从来没有对她寄予半分希望。 柔姨娘大受打击, 整个人直接沉寂下来。 同一时间, 府里还有一件大事传出, 宋柳柳有了身孕。 侯爷对于自己老来得子高兴坏了, 立马给宋柳柳抬了贵妾的身份, 恨不得将府里的一切好东西都给宋柳柳。 而宋柳柳却不安心养胎, 总是想着给我请安。 每每我都打发了她, 避而不见, 也吩咐院子里的人离她十万八千里。 以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 宋柳柳原本一个对我存着疾恨之心的人忽然表现得这样恭敬, 其中肯定有幺蛾子。 她腹中的孩子月份还小, 若是出了什么问题, 跟我沾染上半分关系, 那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 好在我院子早就被围得跟铁桶一般, 宋柳柳一事半会儿还真找不到接近我的办法。 我派人暗中盯着她, 发现时间越长, 宋柳柳好像越着急, 那我就愈发谨慎。 这一拖, 就拖到了国公府夫人寿臣这天。 高门主母交际守则, 重大场合尽量提早前去, 越早越好, 能比别人抓住不少机会。 这一习惯, 我遵循了几十年, 谁知我刚出门。 府里便有丫鬟跟出来, 说我前脚刚出门, 宋柳柳便去闹着要给我请安。 得知我不在之后, 又立马转头走了。 其中肯定有古怪, 不过我并未放在心上, 而是专心出席寿宴。 侯爷自然也来了, 不过那些官员对他 都只是仅限于行礼打招呼, 还有许多人都对他避之不及, 都对他这种上了年纪好那美妾, 宠妾灭妻的人都很不齿。 但我不同, 等众夫人陆陆续续来了后, 都与我颇为熟忍地打招呼, 相谈甚欢。 这些年, 侯爷在前朝有他的战场, 而我也有自己的一方天地, 游走在京中贵妇间, 游刃有余。 这才能将自己的私产暗中做大, 收益全都捏在自己手里, 有了钱财的支撑, 我才真正挺直了腰杆, 不至于向侯爷伸手低头。 这么些年, 自然心安理得地冷落他, 这也是我的本事和筹码。 傍晚时, 宴席才散去。 临走前, 长公主拉着我多说了话话, 侯爷先走, 等我后脚回去时, 府里就发生了一件害人的大事。 听丫鬟说, 柔姨娘将宋柳柳推倒, 导致宋柳柳当场小产。 侯爷刚回来时, 听了丫鬟的汇报, 直接冲到了宋柳柳的院子。 当时柔姨娘自发跪在院子里。 屋内是宋柳柳痛苦的惨叫和呻吟, 还从里面端出了一盆盆血水。 柔姨娘见侯爷回来了, 像是找到了主心骨, 声泪俱下地说自己是被冤枉的, 求侯爷为他做主。 谁知侯爷不由分说, 上前直接一巴掌将柔姨娘扇倒在地。 声音恨恨道, 柳柳和孩子若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这把老骨头便给他们母子陪葬。 到底, 宋柳柳的孩子没保住, 侯爷气昏了头, 从屋里冲出来, 在众人都没反应过来之际, 当场给了柔姨娘一个窝心脚。 柔姨娘被踹得如死狗一般摔出去好远, 趴在地上久久不能起身。 侯爷则心红着双眼, 命人将柔姨娘仗则午时, 再拿了身器发卖到窑子里去。 我听得太阳穴一跳, 心里便是寒凉。 这明显是有蹊跷, 她却查也不查, 当场发落了柔姨娘。 别的不说, 柔姨娘也曾是跟她拜过堂, 还为她接受由妻便妾的女子, 更何况还真心实意地陪了她几十年。 现在她说发卖就发卖, 还是窑子那样烟渣的地方, 连个善终都得不到。 原本以为她只是薄情, 谁承想她根本就是坏。 谁说恶毒不能用来形容男子的。 她如此宠爱柔姨娘都这般, 下一个指不定要对我下手了。 我心里有了计较。 柔姨娘如今已经被打了板子, 好在她平时虽牙尖嘴利, 但待身边的下人还是不错的。 那板子打得看起来血肉模糊, 但实际上都是皮肉伤, 只要处理得当, 好好养着还是能好的。 我当即派人去请了大夫, 给柔姨娘看诊。 至于发卖, 柔姨娘的卖身器 在我手里捏着, 若是我不放人, 没人能发卖出去。 好在大夫到得及时, 保住了柔姨娘一条命。 柔姨娘的陪嫁丫鬟 在床前哭得跟泪人似的, 我看得心里很不适滋味。 趁着侯爷在陪宋柔柔时, 我派人将事情查了个底朝天, 竟然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秘密。 在侯爷来我院子, 亲自讨要柔姨娘的卖身器时, 我将宋柔柔假运陷害柔姨娘的证据 呈到侯爷面前。 包括宋柔柔找的哪个大夫, 何时买的药, 一应流程, 非常详细。 她原先是想想法子, 一举扳倒我, 不成想, 我一直不给她机会。 我早早出门那天, 是她假运最后的期限, 恐怕是她看不能陷害我, 想着能扳倒一个是一个, 索性栽赃陷害在柔姨娘头上。 侯爷直接摔了茶盏, 目光不善地盯着我。 你只管将卖身器拿出来, 其余的本侯自由主张。 我心里顿时生上一股怒气, 她怎么可以草菅人命到这个地步? 证据都摆在眼前, 却还是固执己见, 连看都不看。 我问, 侯爷这是要包庇送柳柔了? 侯爷很是不耐, 谢时宜, 你半截身子入土的年纪了, 还要跟柳柔一个小姑娘计较吗? 我说了, 柳柔年轻, 心性单纯, 不像你你们这些 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精, 有诚服, 有手段。 我若是不护着她, 她在这侯府如何能有立足之地? 我气急返孝, 返唇相机。 那侯爷可还记得, 柳依娘也曾为你从扬州千里奔赴京城。 又可还记得, 她甘愿为你由妻便妾, 几十年如一日地真心待你, 提醒你天热喝水, 天冷加一, 你身上的鞋袜腰带, 哪件不是她亲手缝制? 你从战场上留下的暗伤, 条里的药丸是她去神医堂求了整整半个月才求来的, 纵然一粒千斤, 柳依娘是眼睛眨都不眨, 将娘家每年送来给她傍身的银钱流水一样花出去。 这些你可还记得, 你现在说将她发卖了便发卖了, 倘若柳依娘真死在窑子里, 你午夜梦回时难道不怕她来索命吗? 同为女子, 我为柳依娘感到不值, 气的声音都有些发颤的同时。 又觉得可怜悲哀, 柳依娘出身商户, 何至于缺少钱财, 要靠攒侯爷的赏赐做梯技, 不全都是花在了侯爷身上, 还不如买了肉包子喂狗, 狗还能咬尾巴讨主人欢心。 侯爷听得面红耳赤, 他似乎是恼羞成怒。 谢时宜, 这个家轮不到你来当家做主。 我与柳依娘之间的事, 还轮不到你来智慧。 来人, 给我将柳依娘的身器找出来, 他竟直接不管不顾, 要命人缩我的屋子。 我当即呵斥出声, 我看谁敢。 侯爷, 若你真是一意孤行, 我不介意将此事捅到公堂之上。 我倒要请经兆隐遍一遍是非黑白。 我目光冰冷地盯着侯爷, 是不退让, 到底他还是拂袖而去。 我微微松了口气, 盯着他的背影, 心里愈发寒凉。 还是让他活得太久了。 我揉了揉太阳穴, 叫人好生照顾柳依娘。 心里谋算着, 苏氏听闻我动了怒, 立马前来孝顺宽慰我。 看着他的脸, 我几乎是庆幸, 儿女都是由我亲自教养长大, 不说百分百都是好的, 最起码是非黑白, 是能明辨的。 想了想, 我告诉苏氏, 京郊的庄子上, 我埋着几坛好酒, 让他找人给我挖出来背着, 等到中秋时正好能喝上, 苏氏照办了。 果然那酒回来时, 侯爷便有些馋, 他从前在军中最爱喝酒, 只是柳依娘担心, 他身上的暗伤, 每每都劝着不让侯爷喝。 我故意将消息传到宋刘刘耳中, 说侯爷在我和柳依娘的管教下, 许酒都未曾喝酒。 宋刘刘果然开始有了动作, 大半个月后, 去柳依娘院中看他, 他身上的伤已经好了不少, 但还是只能趴着, 整个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行销骨粒, 眼窝深陷。 他就那样盯着床的某一脚发呆, 整个人看起来失魂落魄。 丫鬟搬了把太师以来, 我缓缓坐下, 轻轻叹出一口气, 两人相对无言, 到底还是柳依娘先开口, 她的声音透着淡淡的绝望。 你又何须救我? 我看着她心如死灰的模样, 一股悲哀从心底蔓延, 你我同为女子, 我又何须难为你? 真心被辜负了, 我总不能袖手旁观, 叫你把性命也丢了。 我声音淡淡的, 却忽然发现, 柳依娘病边的白发多了许多, 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 她从前是最重保养的, 在低头, 我发现自己的手背上的皮肤 也不再光滑, 我们都不再年轻了。 柳依娘听见我的话, 红了眼眶。 我继续道, 现在也不晚, 保住了性命, 又何须再为不值得的人 遭见自己的身子。 慢慢地她两行眼泪 像断了线的珠子, 不断滚落, 砸在绣着鸳鸯的榻上, 留下点点暗沉。 我坐在旁边纹丝不动, 直到她从默默抽气, 到嚎啕大哭, 我才转身离去。 看着外面的天, 风清云淡, 阳光正好。 树上缠鸣声渐小, 一切是该有个决断了。 入秋了, 天气转凉。 按照惯例, 将军夫人组织了马球会, 京中, 世家中人都会前去。 以往都有我带着苏氏, 还有底下的几个小辈参加, 但今年我称病未去。 侯府变成了侯爷, 带着宋柳柳前去, 苏氏不想沾染晦气, 在我的事宜下, 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跟着娘家母亲前去。 宋柳柳在去之前, 来了我一趟我的院子。 她坐在下手, 面上笑叶如花。 夫人, 您说侯爷这么宠爱我, 您这侯夫人的位置, 还能坐多久呢? 人老啊, 就要服输。 宋柳柳无嘴笑起来, 愉悦从眼角溢出。 我轻飘飘扫了她一眼, 眯着眼睛打着盹。 宋姨娘要再不快些去, 就该让侯爷久等了。 宋柳柳仿佛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你不过是强称罢了, 带我成了侯夫人,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下唐老妇该怎么办。 说完, 她一跺脚便转身出去。 我看着她的背影, 嘴角缓缓浮起冷笑。 这段时间, 宋柳柳在府里可谓是横着走。 几次三番, 挑衅到我面前我都没理。 登高跌重, 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 她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侯爷被人抬回来时, 我还是歪在榻上, 听丫鬟给我念画本子。 她身边的小丝急得团团转, 宋柳柳脸都白了。 原是宋柳柳想要马球的踩头, 侯爷便自告奋勇, 上场打球。 谁知刚进行到一半, 侯爷忽然脱力, 从马上摔了下来。 看着侯爷这副模样, 我脸了脸毛子, 淡淡地让人请了大夫。 大夫来了后眉头皱得越来越深, 而后叹气摇头。 直到侯爷身有暗伤, 近日来又有饮酒, 导致救急复发, 加上被马儿踩到了肺腑, 恐怕是时日无多。 我挥了挥手, 让大夫回去, 却还是一波一波地大夫请来, 甚至还递牌子, 请了宫里的太医。 太医的诊断与其他大夫无异。 我点点头, 连太医都这样说, 那我终于放心。 当即以雷霆手段将宋柳柳抓了起来, 压到了侯爷床前。 直言是他蛊惑侯爷, 让其饮酒, 这才造成悲剧, 按照规矩是要杖杀的。 可我到底是年纪大了, 心慈手软, 便留宋柳柳一条命, 那便丈则五十, 发卖到窑子里吧。 宋柳柳一听, 当即瘫软了身子。 床上的侯爷也眼睛瞪得浑圆, 可惜他半边身子已经瘫痪, 话也说不出, 只能躺在床上等死。 我冷笑着叫人处置了宋柳柳, 任他在喊叫, 我连个眼神都没分给他。 直转头看向床上嘴歪眼斜的侯爷, 现在轮到这个始作俑者了。 我道, 侯爷怕是不知道吧, 我刚刚是在脚门处抓到了宋柳柳。 他知晓侯爷要死了, 所求荣华富贵没有指望, 卷了你的钱啊, 逃了。 侯爷的脸仗成了朱干色, 手紧紧抓着被子, 看着他如同一头挣扎的死猪一般, 我心情颇好。 对了, 柔姨娘给您求来的内药啊, 早就被换了, 你吃的不过是平平无奇的药丸, 不然以侯爷的身子骨, 加上内药的加持, 再活个二十年当都不成问题。 你那样对他, 最后害了自己的性命, 也算活该。 侯爷本以为自己吃着保命的药药丸。 喝点小酒不妨是, 可我非要将事情挑破, 让他死个明白。 这样践踏真心的人, 还想让别人带他如初, 简直白日做梦。 死了算是便宜他了, 我就是要杀人诛心。 侯爷被我活活气死, 办完丧事后, 府里焕然一新。 儿子成绝, 儿媳孝顺, 我这个侯府老夫人 做得极其舒心。 晌午, 我刚刚小气一会儿, 却被一道声音吵醒。 柔姨娘杂杂呼呼从门外进来, 身后的丫鬟手上 还抱着一匣子东西。 原来是他要我跟他打叶子牌, 真是没办法, 只能凑够了人, 由着他玩。 不知是不是刚睡醒的缘故, 我输了他好些银两。 柔姨娘高兴极了, 等完够了, 她非要让我吃她做的糕点。 我俩各自坐在罗汉塔一侧, 柔姨娘忽然感慨, 竟不知, 逗了一辈子, 最后还是咱俩就办。 我看着她的模样, 心里好笑。 在我看来, 她干的那些事, 不过是过家家罢了。 要真如送柳柳那般, 我早就处置了。 外面阳光透进来, 洒在小几上, 我心里欲贴, 原来这就是升官发财死相公的日子。 早知道这么爽, 几十年前, 我就提前送她归席了。 也罢, 如今也不迟。 只能梦摆死的。 现在按照。 优优独播射的, 冬播射的。 感谢观看